字幕提供 好的 歡迎回來 然後呢 我們來歡迎這一part的來賓3Q哥 陳柏惟 唉呀 太特別了 累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剛剛在外面看你們的 是這樣子啊 那你也很辛苦 我們剛剛也在外面丟了幾輪那個斧頭 真的 我們現在已經是浮友了 OK 我們節目最近這個來賓都可以請到就是很特別的人 我們這裡都是只能請一些新朋友好有願意來上節目的人 現在都不太一樣囉 現在就是都是一些真的是有東西可以聊一聊的 之前請來都是一些其實沒什麼料 你幹嘛這樣子還要逼死別人 我們就需要一些假裝有來賓的環節 好 我們這邊先跟觀眾講一下 3Q哥除了從政之外 好不好 還有這個電影後期製作經歷以外 人生中還有很重要的是這個電玩 是嗎 滿重要的 我要很多話還是很少話 都可以 你舒服就好 你隨便 我們這邊超隨意的 真的 有啦 我其實 曾鎮成吧 那個時候是世紀帝國二 對 那一段時間 你徒弟 不是 嚇一跳 因為你看他可以玩那個東西 表示那個時候已經有網咖了 對 然後而且他也可以出國比賽 所以那一段時間我覺得 我印象中人生來的那段時間電玩是最輝煌的 可是偏偏那段時間是 台北市在掃電玩的時候 對 沒錯 對 所以 哇 兩位桃園人 桃園人 我們接收了很多台北男人 當時還是不乏之地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壢火車站對面 有一間好像檳榔灘還是幹嘛點的地方 那個都會號稱全台第一台KOF都還在那邊 那個後站 後站 中壢後站 對 所以99 2000 還有01 好像第一台都在那邊 我那個時候都還有去朝聖 我們會自己坐 我們會自己坐火車去那邊下來 然後在那邊排一整天頭三打 再坐火車回高雄 我跟你講 我們每次 我們每次跟觀眾講這種經歷 他們都不信 真的啦 真的 我們那種說什麼 就是高鐵剛蓋好的那一年 坐高鐵去高雄 打個兩天的遊戲這樣子 我36歲 那我們差不多 我比較年輕 他也差不多 他也30出頭 對 那我們差不多年代 差不多 我們他們現在不懂那個遠征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對 還要處遠征 對 跑去朝的 然後去的時候還有當地的地培 對對對 帶你吃當地好吃的東西 沒錯 然後買好喝的飲料之類的 所以中壢那個時候都去什麼 是叫大城市嗎 大城市 我們都是大城市 我們都是大城市 新都市 新都市 後來 有嗎 內行 以前最早亞文 然後大疆 專門接受台北難民 就是 不過大城市那個時候很特別 他是一個 他在中壢 他是一個獨棟透天 多少 四層樓 五樓 然後每一層都有不同的 一二樓都是賭博機台 賭博遊戲 沒有 他一樓會擺一些好看的 一樓擺一些好看的 跳舞機 唯武獨尊 全集 We dancing online 我第一次去大城市的新的就是 他媽的還在那邊什麼隔音版 他們都一層 一層一台音樂遊戲有沒有 那個時候DDR兩台 比如說在二樓 然後三樓就是DJ兩台 那四樓就是 那個時候還有連線的吉他跟打鼓 對啊 而且當然是最爽的是 湯姆琼用隔音版笑死人 那我就是一場一間 對啊 拜託 真的是我們中立的講話 而且二十四小時 對 誰是去都可以 那時候台北的 我們後來完全沒管腳本 他不知道是一開始沒有二十四 還是後來沒有二十四 後來沒有 因為我還記得 我有一次結束之後 他們老闆碰碰在那邊關燈 他說他是這裡的老闆 然後我就說 我現在要回高雄 要去哪裡坐車 他就開車帶我去交流道 之後我把Aroha還通了 對 對 路邊等客運 對 我還記得 那一間老闆是開一台 二三十年 一個月要加七千塊油的那一種賓士 他很多車 對 他很多車 那邊真的很讚 後面就 沒辦法 因為沒落了 沒落 還就是那個時候有被超過一次 對 我還在裡面 對 對齁 對齁 你這樣子就有 就有那個了嗎 哪個了 你有進去做筆錄嗎 沒有 不是我 他們就是 我在裡面 可是他們要一個一個對 然後才能放人 被困了好久才出去 可是不用做筆錄 我不知道他們要抓誰 我被罷免的時候 這個故事真的快接近 我們現在完全沒有在管腳本什麼 沒關係 有就收起來 謝謝 來賓說收起來就收起來了 謝謝你 謝謝 節目不要弄不會做人吧 不是 這個要給這個 怎麼稱呼 你叫A就好了 對 開始聊到一些中間的事情 開始耍狠 其實計畫 計畫雖然沒有在畫面裡面 我跟你講他這個真的超用心 他很用心 他有聽我們真的 他真的是又搜尋Wiki 又找Pakets 對啊 真的用心 我們這個就是你想聊再聊就好了 沒有啦 我們背著啊 但是經歷也是很難得 對啊 有啦 那個時候玩蠻多的 然後後來 應該說當時的狀況就是 我剛剛要講零檢 我被罷免的時候被人家說 跑去打獨博電玩 我們先不講那個地方到底怎麼樣 反正 電動廠這種東西 他一定就是會有一些主要收入 會有一些欄客行為 那一天來的時候衝就是 我們說那個叫公車 不能講是不是 可以講 什麼都可以講 什麼都可以講 真的什麼都可以講 你知道有一種黑色的公車 警察在抓人用 整個遊戲間的裡面 全部都先上車做筆錄 然後關到隔天早上六點才放出來 我就說我沒有賭 我就進去換代筆在那邊玩 這樣子 後來就被拿出來做真實攻擊 那一天多好笑 我一定要講那個經驗 因為真的太ㄎㄧㄤ了 我跟那個朋友從那件事之後就絕交了 他在那邊派你是不是 我那個時候剛買一台車 是Honda Fit 是一種長得很像茶葉蛋的車 小小圓圓圓的 那一陣子都在流行小車 什麼Core Plus Tida那一種 然後我朋友跟我借車 借去幹嘛你知道嗎 泡馬子 他說他要去載他喜歡的女孩子下班 然後我就在那個地方等他 他說載他回家之後就過來接我 所以我大概是7點半去 他說9點之前會回來 9點的時候傳訊息給我說 那個女生願意跟他出去 不玩車了是不是 延長使用租車時間 他因為拖到了 所以後來警察來衝 我記得11點多來衝 然後就直接前後門包夾 全部都帶進去 他沒執行公務 也不是壞事 反正就發生了 他到1點的時候 傳訊息給我說 我忙完了 我說他媽你們第一次約會就 快開我的車 不是嘛 重點他 有個班車開走 班車開走是怎樣 1點喔 1點多傳訊息 再打電話給我問我在哪 我說我在某某分局 那個地方被衝了 然後我們就在裡面等 他說好我馬上過去等你 車子開過來 然後大概快2點 他就在門口不到半個小時 然後又打電話進來說 累了我要睡覺了 我把鑰匙放車上我先走了 然後也沒有 也沒有問我好不好他就走了 我6點出去的時候 我本來以為 這個朋友到這裡 就已經夠可惡了喔 對啊 借車最基本 你要幫人家加油嗎 加油沒加 你老師沒有有耶 哇靠 好過分的喔 而且也不等你耶 對 知道你被弄了 然後也不等你一下這樣子 沒加油 沒加油也不接個風 沒加油已經過分了 對 而且還現今直接 這個蝴蝶效應就是這樣子來的 20年前泡一個馬子 他們也只就交往那一天 不知道三個小時而已 就再也沒有聯絡 然後20年後 當立委被罷免拿出來講笑話 超級蝴蝶效應耶 真的耶 好衰喔 但是老爺那種 沒有 我剛剛在新聞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哪一個是沒有能分開的啦 哪一個場子沒分開的啦 反正現在沒要選嘛 希望以後這一張 不會被剪下來 下一次政治風暴 我記得我去上 另外一個網路電視台 那個時候再聊大麻 然後就變成我是什麼 大麻議題推動者 我們不亂上 不亂上 我們節目不會用 我們全部沒有分開 而且我們比較講邏輯 我們不用消費 這個計畫很認真 所以寫很多我們講 裡面沒有的 我的辦公室 我的辦公室裡面有兩台Slow Slow 你們知道什麼是Slow 你們都知道 吃餃子老虎 吃餃子老虎 日本人 美國叫777 就是吃餃子老虎 你會看到那個 阿兔拿杯子 在拉斯維加斯 舌來舌去 然後那邊投零錢 然後去到日本的時候 他會變成另外一個世界的文化 他會有什麼動畫授權 漫畫授權 然後就開始 比如說 Pachink Slow Pachink Slow 台灣最愛玩的叫超悟空 不過那個就是真的純不獨博 因為他沒有背景故事 就是四個人在那邊 但是日本比較有名的 可能是什麼Pachinko 之類的 但比較長壽的是北斗生權 對 很多 因為他不是只有等開獎而已 開獎如果十年裝的時候 他會唱歌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在玩這種機台的時候 都會互相跟那個 唱歌快來看 然後就 講開了 等半個小時出去 不要鬧回來 一群朋友 坐在那個機台前面 看他開獎 靠要拆兩隻 一群人 就連一次 本來十年裝才唱歌 十一年就下裝 就大概 花了一堆時間 從四面方來 然後看他開一連裝 大概一分鐘左右 就結束了 然後就結束了 但那個真的是 文化很特別 對啊 我那時候也是 我都是那種 求便宜 坐那種紅眼班機去日本 然後凌晨六點就在 就在那個 球員街頭走了 因為也沒睡覺 就是一天沒睡這樣子 然後等店開門 他們真的是 清晨六七點 在前面 跟部隊一樣 大家就排隊得好 就在那排隊要進去 他們不是要去搶那個台子嗎 就那些 Pachinko店要搶台子 他們一堆人都是職業在打那些的 那個是職業的 那個是職業的 那個文化真的很特別 講到立法委員 跟電動支援的關係 又講到Slaw 就可以講 你知道其實 美國那個是你投多少 轉一次轉完就沒了 但日本人因為怕成名 他又需要消磨時間 所以他們發明Slaw裡面 有個東西叫Zai 有沒有 Again 就是藍色的那個 那個東西是日本人發明的 就是當時是他們的 他們的算 就是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說 要給大家玩 但又不能 要給大家玩 但又不能贏太多錢 所以要有一個Zai在那邊 所以他好像一定 不知道是三分之一 還是四分之一的時間 就是你 他轉幾轉之內 一定要有幾個Zai 會不會玩 你到底聽不懂 我聽不懂 我怎麼可能聽不懂 我知道這遊戲 但我沒有玩 反正就是你要花很多時間在項鍊 而且他還有很多演出 什麼之類的 大的小的演出就很多 你就要一直花很多時間 對 演出 演出 我在那邊真的是 我是在那邊睡著的人 還有什麼4號機 5號機 6號機 好像數字越大 演出越多了 他那邊就是 你在現場就是很大聲 就是KING 那個剛出的聲音 然後你就帶一個耳塞 變白噪音 直接終於在睡著 我第一次去 我第一次去就是 想說 看了很多那種 日劇 動畫裡面都有 然後跟兩個朋友去 終於可以玩了 你們坐在那邊這樣 真的不會玩 對啊 現在要幹嘛 對啊 那真的不會玩 所以你們當時是怎樣 是裡面換金牌去 對面換現金 還是怎樣 什麼東西 都在台灣啊 日本 日本現在就都是 都是換那個金條吧 他們有的時候 會別的地方有個小店 然後去換錢之類的 但是你景品還是要在裡面換嗎 景品 他們不是都是拿那個豬豬 換那個金牌條啊 就你直接豬豬抱著 然後去對面蹭這樣子 沒有啦 換幣吧 換幣吧 換幣想要什麼幹嘛 然後幣去什麼地方換錢之類的 對啊 好像是吧 有一個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沒有 探討一下 還是講一些 跟這個 好 你知道有一個立法委員 他人生第一個工作 是開檳榔攤 你 你說你啊 某個人啊 我跟你講這一集聽得懂 聽得懂 聽不懂就算了 也不要影射 也不要在那邊拆辦 到時候我要被撿了 反正有一個立法委員 錢啦 他的第一個工作是開檳榔攤 後來在起訴出 就是在一些相關的刑事案件 法院裡面的文書裡面有寫 那個檳榔攤裡面有槍 查到的 結果幾十年後被人家發現說 本業不是檳榔攤 可能是 這個獨博電玩 然後這個時候 大家都還在想說為什麼是檳榔 因為你知道 我如果家裡很有錢 我要開檳榔攤 這是不太合理 除非我對他有興趣 或者我覺得 檳榔的品種哪裡吃比較甜 應該不是這樣 哪裡吃比較甜 我相信有檳榔達人 但有錢人 就好像臉不太起來 後來才發現原來賭博電玩 跟檳榔攤之間的關係 對 就是少 24小時營業嘛 為什麼要有軍火 軍火就是 這個什麼 防守軍庫 那個金庫的地方 就是少 少 其實就是換錢的地方 也有換錢 對 所以其實跟日本也差不多 對啊 但是就是抓到 攤販長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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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的攤販偏辣 那邊應該不能換 我到現在還記得 辣子不能換 是嗎 辣子 一瓶小水可以了吧 小一瓶水都可以了吧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我高中坐那個校車 經過那個 維尼 唉唷 那天 沒有 就沒話題 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劇本 好 我們來看一下劇本 我們都可以啦 我看看 前面這電玩經歷已經聊滿多了 這個 還有配那個 那個 打鬼那個 那個怕酷 你有那個配音對不對 然後你記得嗎 不記得 有啦 當然記得 記得他講 當然記得 我想說你卡住 記得那個臉乾的還是什麼 我要看訊息你們 訊息是不是lag 我不知道五分鐘之類的 好嗎 你那個比較上面 螢幕關掉 真的關啊企劃 沒有 沒啦 因為我們那個都是比較上面 他們講不出來有影響的話 還是其實是上一集的 沒有啦 你真的覺得我們節目沒人看是不是 你自己講的 最好就真的沒人看啦 最近那個台灣主題的作品越來越多啊 什麼返校還願啊 有閃丁 怕鬼 大空襲 有閃丁一直是很強 還是要寫西門町嘛 對啊 他就是故意啊 故意的啊 這個跟那個歌舞伎町變神事町一樣 對啊 他們就是把那個 他把那個 他做的跟地形一樣啦 但是故意叫別的名字 你覺得 你覺得 SUNKU你覺得 還有什麼元素 做遊戲還可以 台灣啦 台灣的元素啊 我還是跟電影一樣 因為我說 這個所謂文化創作 我都還是希望可以多一些 就是台灣自己的故事 政治 歷史 還有一些 即便 不好意思 接下來要講政治 不喜歡轉台 記得轉回 先不要轉台 也可以掛著 轉去了 轉去看木曜也可以 你知道現在的國民黨 跟以前的國民黨是切割的 但他沒有經過重生 所以其實他是延續 好像考試人家有特權 起跳40分 所以我們會覺得 這樣子的政黨 不民主 反正是這樣 但過去的國民黨 在台灣是做了很多 不太好的事情 但那一段事情 因為人都還活著 所以不敢寫 我們常在講 我們常在講什麼 講 韓國什麼 我是計程車司機什麼 19多少 1979 1978 有一些蠻精彩的政治歷史 諷刺故事 電影 台灣都沒機會 因為還沒掛 因為還近代 我還記得 不知道1978什麼 大學生的那個 他們裡面有一幕 是在行球的地方 把大學生壓到水裡面 然後我們就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子對他們 然後台灣自己 有幾萬個這種故事 然後我們不敢拍 對啊 所以動畫 其實還願就有 試著要做這件事 反校 兩部都有 都有 都有啦 都有 料理也不好做啦 反校 反校都講啦 白色恐怖 寫個符咒寫小熊圍你 就 你看人生很難 很難 好 回去講遊戲好了 好 剛剛你講那個 曾正成時期 你說你覺得那個時候 我說的輝煌 所以那時候其實應該 我跟你講 曾正成那時期 是網咖剛起來的時候 99到2001吧 98到2001 世紀帝國2 就是很難就世紀帝國2 親海醫啊 親海醫啊 遊戲人口有可能現在比較多 對對對 但當時是 風氣 同文城很厚 對對對 當時大家很團結 因為圈子很小 就假設我們三個是 都會去 大城市的人 我們真的會每天遇到 欸 我們真的 真的 吃飯一起吃 手機的 手機那個電話簿打開 就那幾個了 那去到現場 欸靠阿六 今天是殺小小 怎麼沒來 真的 帶馬子去看電影 沒關係啦 我們真的 我們真的就是這樣 來大城市真的 我們在大城市還有那種 就是 其實在那邊認識的朋友 然後在附近的學校上課 然後斷考了 中間的空堂跑來打 然後打一打 叫我們提醒他說 等一下他幾年要考試 要叫他 要叫他停下來 然後我也是 我下班就過去 然後呢 吃飯在那邊吃 都這樣子 剛剛計畫問我要不要講 我覺得可以講 反正下一拍要到了 我先跳過 好 你要講哪 很多人問說 你是為什麼會跑去跳DDR 很簡單 有一個超正的 什麼 有一個正妹 每天都跳DDR 欸 搞不好 我跟你講 然後我就等他跳 搞不好我們都認識 沒吧 高雄 高雄也不一定不認識 等一下大城市 所以那個時候你們也有跳機台嗎 哪一台 DDR 我們DDR或音樂遊戲 有啊 我們也是玩音樂遊戲 對啊 我們今天之前都沒有碰過 也沒有壘過 沒有 我那個時候認識一些什麼 ET喔 彈品 柯拉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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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柯我認識 伊拉柯 對嘛 我就是在看你有沒有專心聽 我想說又要回去講 因為伊拉柯柯柯 應該叫台北人嘛 伊拉柯 對啊 然後 你們是不是也叫什麼 和平 二人組一個阿和一個 和平二人組 沒有那個時候真的很 中立嘛 和平二人組應該是中立的吧 中立的 中立的 因為和平的一定是中立的啊 我不知道耶 我不確定 沒有沒有他們就是一個叫阿和一個叫 有落差耶 年代有落差吧 有啦 有微微的落差 可是你是跳DDR的 對 DDR剛好跟我們玩的 我也有跳DDR 可是我那時候跳DDR 大概是二三代 三代 我那時候在大江 在中立大江 大江商場 我知道大江 但我沒有去 大江比較遠 對啊 那時候比較遠 不在市區 但是我那時候跳也在那邊 然後大城市 那時候有跳 可是還沒有跟 玩家們 挺多跟同學一起去跳 我們還會做T恤 那是 做團體 我們也有 對啊 拜託我們也有好不好 對啊 我們的T恤還 還不足一件耶 我們T恤還多的耶 那個時候做那個很貴耶 我記得那個照片翻譯好像上千耶 可是大家都多多 我們就是去找那種高中做班服的地方做的 那你那個跳DDR很正的那個正妹現在在哪裡啊 還有在跳嗎 結婚生小孩有啦 生兩個人 結婚生小孩 結婚生小孩 不是所以 前一陣 那個現在 棒球不是都有啦啦隊嗎 對 就做啦啦隊前面那一區叫髮香區 我以前就是在DDR的髮香區 所以 是為了要突破髮香區才可以跳是不是 就在那個霸後面 兩人位這樣子 你可以想像 那啦隊跳完之後 我就自己上去那邊巡 有沒有掉頭髮啊 DDR髮香區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流行什麼 流行 那個時候剛有BB控 那你也太久以前 對啊 BB控欸 沒辦法 我們從一代開始玩的啊 一代的時候已經手機了吧 BB控玩好久 那很久 BB控啦 那個時候叫任我行電信公司 去那個什麼 7-11買重量杯 到旁邊有一張紙 摳下來一塊一塊十塊 我有記得那個東西 可是我記得DDR出來的時候 然後還有已經有 重點是小海豚手機 有啦 有小海豚 小海豚國二吧 我國一的時候開始玩的呢 我等於是 國一是我們都很久以前 沒有啦 總之BB控 早期BB控是很肥的那一種 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7-11有那個重量杯 所以BB控普及化 因為他們 他們那個一塊一塊十塊那個 那個絲的東西 就是它在杯子的旁邊嘛 所以你知道 飲料區旁邊通常是什麼 是大亨寶區 大亨寶 大亨寶有什麼 有樂狗 樂狗需要什麼 需要竹籤 所以於是就把兩個不同類型的道具 組合起來 拿竹籤去摳旁邊那個 你有摳糞喔 對啊 一整排這樣拿起來 我就說 這裡有六個BB控 然後我們就 請統一不要告我 過追訴期了吧 我不會告你 現在統一 現在統一 你跟他講 算了啦 重量沒了 沒有BB控了啦 算了 而且因為這件事情 他後來的杯子 好像還有變厚一點 就給我摳不摳 摳不摳 摳不摳 摳跳DDR一代 高雄 但是我現在想一想 我 第一次去 我去電動廠 看到 然後真的覺得哇 的時候 也是一個女生 打鼓機的 我有講過這件事情 等一下 我看下面一直在叫法務了 我們沒有法務 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最懂法律的 不是 是統一的法務 統一法務也不會理我 我剛剛講的是朋友的故事 怎麼在這樣想咧 對啊 那個朋友很過分 結果要借車還不加油 好扯喔 對啊 OK 這到底你唱到哪裡 我其實也 我 不是 我打 我玩打鼓機不是 我玩打鼓機就看到一個女生 她穿 她穿那個one piece 洋裝 然後 踩 高跟良鞋 然後再踩貝斯 踩貝斯打鼓這樣 然後我就 衣袋 然後我就去玩了 太酷 太酷 這邊有一個東西我覺得蠻酷的 好 你跟那個福士德是同學 國中同學 太酷了吧 你們兩個以前都是電玩咖嗎 其實某種程度 我會 後來會走 真的 我會打電動其實都是福士德 真的假的 太進門了 他就是那個壞孩子 好孩子啊 沒有 壞孩子是你 因為他把人家重量摳開來 你出來 他只是 我們是同一掛 不過我跳音樂遊戲之後 就跟他不同掛了 他都玩家裡的 家機 不是 他也會去電動場 但他不會 他沒有那麼紅心 他不是風雲人舞 因為我們到後來跳 我懂 他們就是娛樂玩家 然後我一開始是娛樂玩家入門 真的是 跳著跳著就真的開始跳了 變高動玩家了 就某一天一個阿伯 真的是阿伯 對 那個時候他應該三十幾歲 二十五歲 二十幾歲 對年輕人來講那個就是阿伯 阿伯 戴個眼鏡 然後你知道那個早期那種 他們都在牛仔褲 蓋一個這麼大的 這麼多鑰匙的那種 走就會這樣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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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有的刺腳有的刺手 然後你想說這個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好像人人跳 說你很會跳 然後說你好像很會跳舞機是不是 我公司叫你一表演 你也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媽媽見鬼 於是我就從 我本來都躲在高雄有一間像星光三越的百貨公司頂樓 十四樓來跳 然後之後就跑去西門町 去西門町 不是西門町 跑去西門町也太遠 跑去新絕江 新絕江 然後去西門町跳 外面是不是笑得太大聲 外面有絕江的 然後 新絕江還在 還在 那種地方還在 他那個時候最多的時候有三間 然後直到槍擊案之後才沒落 真的啦 如果有高雄老玩家 大概三十五以上 他們那裡三間一間叫南極 一間叫兔寶寶 一間兔寶寶二店 來 有三間 OK 有啦 我上一次去高雄 待在那我還是去新絕江的 沒有 我倒光了 倒光了啊 其實那個時候真的好像 有錢的人比較有錢 你知道我們現在玩 我們現在如果去湯姆熊玩一些那種 可能是賭博性的電玩 賭博性娛樂電玩 就不要 真的不要跟我煩那種東西 你知道 投一枚代幣是多少錢 2.5塊 以前那是一打一枚十塊的 是投現金 那種店沒有在換代幣的 對啊 對 滿貫大亨一打一百 對 一百是我國中 大城市也是一到二十 對 後來他們會換代幣也是去規避法規 不是嗎 不能投現金 以前最早協代幣 沒有啦 以前都是現金 我說後來啦 後來我就不知道 後來就賭博不能投現金 對 不能掉現金之類的 我就是18、19年到2001年非常瘋狂 之後就是完全脫離 對 就完全沒進電動廠了 之後就是朋友約完 Snow跟 跟玩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所以我每次去 已經不太是電玩了 也是啦 他就是 就是比那個娛樂熊的性子比較不一樣 就是跟音樂遊戲這個 也比較不一樣 我記得 因為高雄好像剩六合湯 我有時候還是會去 我記得有一次看到那個抓挖挖機下面是 有魚在游 我就想說這個太殘忍了 你知道時代很奇怪 後來時代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而且以前他有一種 我知道 以前有一種那個腳踩 腳踩的時候可以 就槍 那個 Time Crisis 好像二代 現在不知道出了五來多少 現在不止了吧 好像五代 踩了會跑出來 我們以前都在那邊跟著躲 你知道嗎 他都跟著什麼 你像有那個go squad的 拿MP5的 還有那個什麼新宿什麼事件 那個警察的 你要真的躲 在那邊這樣動 蹲在那邊這樣 第二關魔王蹲著打 那他開飛機 你這樣 真的厲害 他打不到你 真的以前 第二關魔王那個 飛機從腳踩過來 你對 他打不到你 那個時候根本沒有什麼體感 還是很外線 他其實就有那個踏板而已 我們就自己那邊玩的 跟真的一樣 他神經病 超好笑的 真的耶 好妙喔 怎麼大家都 怎麼 大家都差不多 OK 應該說 KONAMI 開始出那個騙人的卡之後 我就脫離了 哈哈哈哈 太坑了啦 哈哈哈哈 太坑了啦 所以 所以所有要V卡的時候 你就幾乎都沒有了 幾乎從 人家問我哪一代開始停了 看哪一代開始用卡 跳舞機到滿後面才用卡的 跳舞機後面才用卡的 他們應該就按 對啊 古六代 我跟你講我們講是講三代耶 其實他中間還有兩個 對啊很多 什麼1.5的還有plus的 對對對 還有小四折災版本 對對對 你們知道嗎 跳舞機有一代是全部都是小四折災 有 有 那個時候都這樣嗎 什麼時候不是用卡的啊 古的十 十三吧 十 古的十三還十五 十二就有用軟的那種 像電話卡一樣 後來用一個硬的那種 KONAMI的小紅卡 KONAMI自己的卡 其實我們從二代就有 就有記憶卡是編輯五部的 可是我們 那是PS的記憶卡吧 對對對 記憶卡前面可以插PS的記憶卡 但是後來他們出現那個電話鍵盤 就你知道嗎 對 鍵盤就有編成了 一二三十五六七二 阿密碼 卡奧密碼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哇 我沒有那麼多錢可以揮貨 對啊 可是梁天師還說那個 騙錢卡是抽卡 沒有啦 是 是紀錄 身份卡 身份卡 那個是身份卡 就是你的遊戲ID 以前大型機還是投一道就跳 大家都是投錢而已 但是後來有記那個 就開始多了有些東西 我印象就是 那個時候開始 各種遊戲都出一種 成就系統 成就系統 可能是遊戲史上最坑人的東西 所以你為了要 所以必人花錢 對啊 為了要combo1000 combo2000 就是真的是為了那個 稱號 那個時候是稱號 而且我們玩自打鼓擊 十四代對不對 有那個battle系統 對 然後一定要連線才能玩 對 然後那時候有收集 因為它那個線 它是照縣市去分的 就日本這麼多線這樣子 不同 台灣就是一個香蕉 台灣就是一根香蕉 如果你對戰 你對到比如說千葉線 它就給你一個特產花生 對 然後就為了要把那個 整個日本人都打到 應該是三代開始有排名 二代有排名系統 三代 三代開始有IR 就是Internet ranking 然後 可是他們好像也是自己登 自己登 分數的 你先跳完之後 你的分數 它會給你一組密碼 然後你再拿那組密碼 去網咖輸入 對 IR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玩最瘋的時候 就是因為當時它有三個組曲 一個組曲又有三個模式 就是它有單人跟雙人 單人雙人 單人雙人跟單人跳雙人 對 Double DP 然後 就是那個就像大聯盟小聯盟一樣 就最厲害的都是單人那個項目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是 就是 那個時候三代有三個組曲 第一第二組曲都是 我都是台灣第一名 然後第三個組曲 但第三個組曲是最難的 那個每一次下來 像跑 不知道跑了幾公里一樣 第三個組曲的第一名叫GTO 是花蓮人 然後 GTO 花蓮人 可是花蓮人很強欸 花蓮人我覺得很強 對啊 花蓮人不就是那 就那一兩個嗎 不能這樣子 不是我說 不是 不是有一個他叫什麼去啊 我再跟你講多扯的就是 我後來 我後來去台中選舉的時候 GTO是台中 結果我們後來在我的選區重逢 上一次見面是20年前跳跳舞機 然後下一次見面是下次投我一票 可是IR那個時候大部分都這樣 大家都要抄密碼還是抄欸 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拍照什麼的 然後大家要回去等 那個時候GTO 就是 KONAMI為了我們兩個 還做了一些機制的改動 有點像剛剛那個重量杯 就是被破了 你知道那個遊戲是分成 Good Great跟Perfect 以前沒有Marvelous Good以下就不用看 因為我們一定是4Combo 所以就是 那個Great的比例多少 準度 所以比如說 他那個 我們 一個組曲可能是 比如說1300段 就1300有Combo 然後他可能有兩個Great 就會有一個成績 有一個Great 有一個成績 15個Great 一個成績 然後他就把100名全部都刷成GTO 然後 你知道日本人 KONAMI發明這個系統是希望 大家都來登錄都來玩 然後他 結果GTO把那個榜變成說 你們來玩永遠都上不了榜 玩家信心摧毀型 這個就是大家都這樣了 對啊 就是因為這樣後來才出卡 因為一張卡只能登記一個名字 對 不然你就要買100張卡 對 以前都流行就是打密碼那個 很多機器也是啦 就什麼三國戰記那種也是 你打完之後 你的分數他給你穿密碼 你去丟到那個網站上面 看Ranking這樣子 我跟你講那個時候IGS幾乎 反正只要日本出什麼 IGS就出一個 DDR他出什麼 Crazy Dancer Rock Fever嘛 Rock Fever Rock Fever Rock Fever應該就是 DJ Rock Fever就是 結合了Time Crisis跟 Gely People Baidi 先生行蹤叫做看一下 他後面都 對 他基本上是日本紅什麼 他就出什麼 對對對 看看 為什麼會用腳啊 他當初你想到什麼 因為那個腳踩下去超大的 而且我也一直在想 那個的大型機台 到底是什麼改來的 我跟你講 這個對戰 這個中間有一段 這個雖然我不是業界的 作為一個半職業玩家 我在猜那個時候 靠 我們其實滿會改機的 對啊 我覺得那是改機 應該是 你像那個誰 小尚不是一天到晚的時候 我的搖桿是公館 就是會半業配 其實我有去過 小尚介紹我有去過 他那個真的是 什麼 自己弄這樣子 什麼搖桿下面是四格 還是六格 還是八格 然後鬆的幾個各方面 擋板 彈簧什麼 用一大堆跟真的一樣 我們以前那一群人 是自己改2DS 對啊 那個冥翔 2DS 2DS 我認識最厲害的叫Fish 但我不知道Fish有沒有看到 中立事業是強人 兩個同名 兩個Fish 你是南部Fish 我們是北部Fish 當時Fish是最強 結果後來我跟Fish沒完之後 變成有一個叫小梁的最強 而且還有去日本比賽 小梁他們家 就小梁其實 是乾媽嗎還是誰 反正我們好像沒有血緣 但是是可以攀得上一個稱呼的 他就住在我家的左後方 走路兩分鐘會到那一種 我跟小梁是非常非常好的 小梁是哪裡的 高雄的啊 PROCO嘛 ID是PROCO 對啊 要不要導演他 不要啦 太糗了啦 PROCO 我記得啦 他們家當時就是 我們股主那個時候 還沒有那麼流行電子股 他把我花了二三十萬 跑去改那個 對 跑去改 搞了一套電子股出來 是代油機在打 對 那個時候都這樣子 我們打開說 你在那個樂團 沒有 我玩電動 對 我前幾年才自己買了一套 硬體改 放在家裡 他說二十年前 你要知道那個很扯 很扯耶 那很貴啊 然後還有就是 他那個時候就會自己改TTS 對 對 他們那很早啊 那CTS控改的吧 沒有 他們有些土砲的 他們就拿那個木板自己 然後按鍵部罩去來收 那個時候是不是有件要四美啊 大型機台 四美啊 現在還有啊 對對對 那個時候他好像自己 跑去跟人家收 你有沒有不要的那個鍵盤壞掉 他們那種都土砲的啊 自己做的 很厲害啦 很強啦 而且都 以前真的 音樂遊戲圈真的很小 講很多觀眾都不相信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有玩音樂遊戲 現在機台很多 然後手機也有很多 因為遊戲好玩 所以就很多玩家 以前就真的很小啦 就是 你下去高雄就真的可能會看到 對啊 有機台的研究那種等級 有機台就那幾個地方 要碼中立 要碼桃園 要碼高雄 其他地方就是一些點 台北還超少 台北現在還很少 台北就輕調 對 那個時候台北的朋友 台北就升萬年萬國啦 萬國現在我們不知道有沒有 萬國沒有啦 對啊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有的就是萬年萬國 其實那個時候都是日本的電玩公司 來這邊就直接弄一個樓層 所以萬國那個時候是SEGA 然後我們高雄新光商業樓上 叫南木可 南木口 對 就是他們那些電玩公司 直接來給你一個樓層 這樣子 大江也是SEGA 對 大江是那個時候是最大的SEGA 對啊 但是後來也就好像就 我不知道他們跟台灣的公司的關係 到底是怎樣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那個時候都有掛名 對啊 反正就是這樣子 今天到底就不用管 我就看大家搶調什麼 好像開放那個發問時間 但問了我們不一定會回答 還說什麼 對啊 沒有INGAME真的很好玩 INGAME真的好玩 真的耶 而且INGAME就是 從以前到現在都 那個難度啊 或是娛樂性都很強 不過我必須要講 很多人說你很厲害 要跳跳看 我說這個時代真的不一樣 現在已經出到 十七八代之類的吧 對啊 這中間我還 我本來可能就是 比如說去遊樂場 因為那個時候約會都要帶你去遊樂場 因為你知道就是 當別人覺得你很 秀一下 當別人覺得你很帥的時候 真的 好久 你女朋友就會覺得你真的很帥 就是他也看不懂 但很多人覺得你很帥的時候 沒錯 真的耶 大家都覺得他很帥 是不是真的很帥啊 國高中約會一定先帶去 一定先 先去電視場約會 我待會不是什麼帥 只是覺得說 我就是在那邊生活 沒有 因為大部分的人不會玩那個 大部分人就看過 不會玩 然後沒想到你會玩 你還這麼厲害 一定帶 國高中約會 遇過最討厭的質疑就是 你那個譜用背的 對 你打成這樣都背起來了吧 都背起來是不是 誰 我跟你講 這叫世譜 我到現在 還是會開實況玩音樂遊戲 只要玩音樂遊戲 都一定有人會說 這個已經背起來了吧 一定都是這樣子講 沒有玩的人就真的不太懂 但是真的 有趣 沒有 那個時候是真的 玩到有一點點那個 但我後來就是決定 再也不要帶 約會的時候 再也不要去遊樂場 是因為有一天看到了 更強的 有一個叫做573 513 513 不是 513 513 怪物 跳一跳 我看他簽名簽513 然後我就回去問 那個還在玩的朋友 那個是誰 那個就很厲害 見鬼了 他是怪物 超級厲害 他Rockfever也是世界 台灣冠軍 他513是玩那個 Rockfever的時候 就已經叫 因為無音手 所以是513 我就是看了他跳DDR之後 我大概有十年 沒有跟人家講過 我會跳跳舞 但是他的確是最強的 我們都差不多 但是他真的是最強的 我曾經看過他 因為他不是中立的嘛 他台北的 我曾經看過他來中立打 然後他玩 他打鼓機玩一首歌 都很強 他就打同一首歌 然後一個Great 他就放掉不打 再投一道 從打 一個Great不打 打第三次 全部Perfect 不是我以前也這樣子 但以前我們一首歌是Combo400 他是 可是Combo1000 1000多的時候一個Great不打 可是他是 他是每一個機台都這樣 每一個都這樣 他是每一個都這樣 他來中立一趟 然後那個我們2DX的 上面全部都是他 對啊 然後就是這樣子 他是準度人 我見他是準度人 對啊 很強很強 腳步都嘲笑 我們在二代的時候 他們就很穩定 剛剛跟企劃聊有聊到 還是要提他一下 不然整晚沒有用他的腳本 我們跟他聊的時候 有聊到說 像現在我們在打電玩 可能是用家用 或者是 我不知道PC或什麼的 你可以練招 但企劃就問我說 我們以前怎麼練招 以前真的就是 繳學費 就是繳學費 不然就是一直看 後面看譜 自己在那邊跳 我就是 我很常講好 我就是那個時候有 iPad 我就高中上課的時候 哇 iPad 我把 打鼓器的影片宰下來 放在iPad裡面 放在大腿上 然後在上化學課的時候這樣 看大腿上 每次看都覺得好好笑 我化學課本上面都是點 而且我還要用鉛筆 因為原子比就擦不掉 鉛筆這樣點點點 點完一堂課之後 老師來的時候要把它擦掉 然後老師走 看影片這樣點點點 還沒練 好白癡喔 就是這樣練 我的課外時間都在打電動 課內時間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用三跟七玩攤食神 三跟七算高手啦 算高手啦 沒有啦 就是大家 我記得那個時候 跳舞機 其實那個時候 要學就是 我們剛剛在講學習 可能現在都是在家裡自己練 又買一個搖桿手把回來自己練 然後 我們那個時候其實就是 看高手玩 高雄一個地方叫中山城 中山城 好像叫中山城我忘了 就是純 純格鬥的喔 好像只有放過DDR一次一陣子 我知道 但是整間都是格鬥的 格鬥的 對就是那個所謂的格鬥 像雷台一樣 整間都是AC 整間都是格鬥的 整間都是AC機台這樣 我們要進廣告 我們廣告費有收很多嗎 他說跳過 我們沒有廣告 我們沒有廣告 廣告都在木曜那邊 我們的廣告都是 廣告木曜的東西啦 我們的廣告都是告訴 廠商那邊有 有面可以玩 有面可以玩 然後呢 他那個空間是長的 大門在這裡這樣進去 然後那個機台就是 左邊留一條通道 底部是換錢的地方 然後其他就是一排這樣子 一排機台直接撞到牆 一排然後到牆 一排到牆 一排到牆 然後最後中間有一台 這一台就是至高無上高手對決機 因為你太費10塊錢 投出來他會掉下去這樣 就是高 強的 就其他的 其他的打電動都是這樣子打 對 就很擠喔 你怪擠 沒有那麼多人吧 對嘛 然後但是有一台 在對比機前面 就兩個人在玩 然後會有一群人圍觀的 反正高端台就對了 高端台 那格鬥的就 格鬥都會鋸到一些地方 因為他們需要跟人對戰 強的就會去找強的地方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雪是站在後面看 不過我們那個時候就是 99年的時候 開始有一件事情 有影片可以看 因為開始網路撥接 然後玩 可以下載影片 可以去抓影片或者是 真的 對 你下載的應該都是色色的 沒有 開完 我都下載頭文字D 下三幾秒台 什麼 一旅坡 對啊 秋名下什麼 五三秒台之類 我都下也是懂了吧 真的是 解析度大概只有240而已 超小的 真的是奉勸大家18歲以前 不要玩賽車遊戲 你等到第一次抓到方向盤 想說這個世界跟我想的不一樣 人家那個下坡可以直接撞護欄下去 你現在回一個牙籤的鳳梨 好心痛 真的 所以那個時候開始有影片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看那個國外的比賽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 然後DDR跳BUTTERFLY雙人交換花式 LOV有一個穿那個亮裝的 我今天兩天才在看那個影片 跟我觀眾分享 對 有一些韓國人嘛 好像是韓國人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他們穿的那個 我記得有一個是Pick Dinosaur 很多啊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大家就比較 沒關係拿高一點 我們看一下 馬屎要 不用跳吧 不用屎要跳DDR吧 我們不用吧 還是要玩別的 對啊 DDR你今天 不是 DDR你今天可以跳嗎 不是我們這種 很簡單就是 剩一張嘴在玩啊 對啦 Foxy我想起來 那個時候就是什麼 什麼 不是真的真的 Foxy什麼骷髏 Foxy就是骷髏啊 不是 不是 去那邊撞 沒有 骷髏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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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是不是 Jeff 麻吉大哥 拍寫首歌幹他們 然後把當時立法院 通過那個條文的藍綠 立委全部都拿出來罵 蛤 你要寫一首歌你們自己唱 真的真的真的 我完全不知道 VT 沒有VT又比較晚 驢子 對啦 反正那個時候都是這些 Foxy 骷髏跟Foxy拿來比較早 骷髏好像主要是音樂 骷髏開始下載音樂的 骷髏一開始是音樂 骷髏的廣告我都還記得啊 就一個 一個 他們在一個交響樂啊 然後有一個人站起來這樣 我怎麼沒有 我不記得了 我還在國外 我好像在國外 我記得 我好像在國外 不記得 有啦 你們去查一下Jeff那首歌 滿好玩的 自己去查 不要叫我查 我自己 本來在 高中大學在國外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 就沒什麼 沒什麼 沒什麼同學 怎樣啦 不習慣看聊天室 想到Foxy 又想到吉他 你很煩耶 那你就是 你還能想什麼事情 就是宰出來的東西 不是A片而已啊 對 共享 共享軟體系 最興盛的時候 是在漱網的 所以我們讀大學 有漱測網路 那個時候沒有流量問題 在家裡以前是算流量計費 要封包多少 去那邊下載 那個時候 王心靈剛好在紅 紅那一首歌 叫做什麼 當你喔 現在是愛你 但他有一首叫當你是不是啊 當你的眼睛瞇著小 那是王心靈嗎 那是王心靈嗎 對啦 對啦 你們有人點頭有人要頭 什麼意思 是嗎 那就是 王心靈當你點NP3 抓下來沒有一首是當你 別說了 抓下來都是NP4啦 我的KERONO君潮 253集還是235集 宰下來 永遠都是那個鬼處計程車 真的 永遠都是 永遠都是 都是鬼處計程車 我們如果要聊到這邊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從那個什麼 麻將幻想曲開始講 麻將幻想曲 什麼都不是 Edge Game Edge Game喔 機台的 沒有玩Edge Game 是啦 PC的啦 還沒 還沒 幹嘛你是動漫人物 講了HIGH就還會摸一下PC PC的啦 我沒玩 這個我沒碰 我真的沒碰 我們沒有來玩那個啊 你不要 man Q不出來啦 Q不出來 麻將幻想曲 有的說有 有玩過的說有 好不好 太老了啦 有啦 絕對有啦 你先講一下你郭外同學的事情 我忘記了啦 沒有我那時候我回來也是 沒朋友 然後就是電動廠才交到朋友 所以每人都在電動廠 就是這樣子啊 對啦 我們那時候就是 下班下課 然後就去電動廠 然後大家就聚在一起 然後吃晚餐 然後吃晚餐 新開的店家有 很可愛的女生店員 我們就一直去吃東西 對 然後 然後晚上很晚的時候還想 欸那吃個家裡就去 中壢那時候很流行那種茶樓 對啊 然後也是 茶樓去那邊 大家都這樣喝珍奶喝綠茶 然後也是店員很可愛 包香的泡沫紅茶店 一直去然後搭訕那個店員 還搭訕到 跟我們一群男生一起去看電視 我其實 講到搭訕 我其實有 我後來有搭訕那個 滴滴阿跳舞 結果這個叫做前後呼應 就有一個故事 然後我們節目快結束的時候 要拿出來講 你是在講詹麗喜劇是嗎 偷偷 STAND UP 怎樣 然後呢 我跟你講為了告白這件事 跟蹤他一個禮拜 欸不行吧 不行吧 這個摸鼻子就有點猥褻了 對 我就說你鼻子也不能摸 你比兩邊摸你不能跟重點 搞錯了吧 然後我們就知道 起點是 起點是新光山越 終點是某個地方 然後他會在 那就先知道方向了 然後他在 比如說遇到紅綠燈的時候 他會走這裡比較快 大概抓到說 大概不會超過這個街區 所以就是當 你現在是學跟蹤嗎 跟蹤教學 沒有這個 來不及了 沒有 總之白衛公司關門 10點結束之後 他自己走回去的路上 然後我又摸鼻子 然後我們就在後面跟 然後還會 有一個朋友 就是跟福士德他們一群的 就 白髮不是的 白髮不是的 不是 你知道那時候 多好笑喔 就我是在後面跟 那其他四個 會在前面的 三角穿看說 他現在到這邊 他待會右轉 神鬼認證喊 尖聲破 通風報信 然後我就好好知道了 然後我躲在柱子後面 真的是Live的實境遊戲 然後我就拍他肩膀了 小姐 我還記得那天他穿白色的T恤 然後隱隱透著黑色的 皮膚 怎樣你在想什麼 沒有啊 我想說那一啊 我想的是智 然後咧 你講怎麼講 拍拍 轉過來 然後我說小姐你好 我們常見面 我想跟你交個朋友 他說好啊 然後咧 然後我就說 沒事了你可以回去睡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講話 他再也沒去新光在業了 我再也沒有跟他講過 那你們有遇到嗎 沒 也沒遇到 有遇到吧 有遇到沒講 只是尷尬不能講話 好爛喔 爛死了 真的 這是真的 可是 這個真的是純純的愛 音樂圈的女生 以前啦 現在應該也是 但是以前 很強手 很強手啊 很強手 而且很少啊 很少啊 你真的 而且 他可能 已經被這樣子好幾次過了 而且 音樂圈 音樂圈 我自己也是音樂圈出來 所以我不怕啦 我不怕對不對 音樂圈 真的就是 大家都很窄 大家都 窄 我覺得比一般的遊戲玩家還要窄 對 其實是 真的很窄 我們那時候真的就是一群男生 在電動場 笑一些沒有人聽得懂的東西 然後不是在打電動 就是在後面看漫畫 不然就打PSP 打PSP 然後吃東西 然後結束之後就去同一家 同一家看女生 就去 怎麼跟你差不多啊 那家漢堡的名字叫什麼 我也想不起來了 我只記得那個女生 妹妹店員很可愛 對 那個漢堡 她講話都是有點價值比 我剛剛稍微有點卸了的感覺 然後我就 因為她剛剛說什麼 去什麼喜歡女生 我說哪有 然後一講這書店我想說 喔我想起來了 對 就那個女生講話都有點這樣子 但她長得很可愛 可是我就是嘴巴很賤 所以我們一進去她都會這樣 嗨瓜里 然後我就這樣 嗨瓜里 後來我們就叫那些漢堡店 歡迎瓜里 所以今天要吃瓜里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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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都差不多啦 反正說是白癡直男 也就是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喝茶地方叫月陽樓 有了 血了 馬上出來 對啊 月陽樓 不過 我們宅的很宅 就我們 穩定的很穩 就怎麼講 手續的很手續 混亂的一種 對啊 對 這是真的 沒錯 畢竟 講啦 電動場這個地方 當然還是比一些 就是一般場所還是更 複雜一些 更複雜的一邊 你不壞 你心OK 你電動場也沒關係 對啊 你看看我 對不對 我在電動場的時候 就沒有很壞 我再不習慣的時候超壞 我覺得 他一直叫個約會 那只是一個 興趣娛樂的感覺 而且也是在那邊交朋友 有啦 其實在 對我來講那個 講這個有點太正式 不過是真的 國中的時候 開始接觸到 社會的三教九友 所以 對我來講 算很早就入社會 那個時候 爸爸媽媽 只交代三件事 不要太晚回家 不要打電動 不要交壞朋友 三件都做啊 這三件事 有哪一個沒有做 好像都有 對啊 這很難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現在更難了 現在我反而覺得 在家裡是 現在反而是 電動太個人化了 就是你手機就可以玩 對啊 自己玩自己的 比較不用去什麼 電動廠聚在一起幹嘛 也是 連網咖都不用去了 對不對 大家電腦都很好 所以當時的好玩是好玩 在不是那個遊戲好玩 本身而已 是你跟一群好朋友在玩 沒錯 我覺得那個才是最難忘的 在那邊花時間 對啊 在那邊殺時間 你問TBN那五個 會不會覺得 互相是好朋友 TBN那五個 你也舉了一個 太不好朋友的五個 TBN那五個 他們有細節太極端了 我的意思就是 當他變成工作 或者是一個大家 在忙自己事情的時候 沒有他們那個 他們如果還是 還想做別人 我可是下一屆美國總統 你知道嗎 不要 我沒有要虧的意思 但我的意思就是 你現在玩的時候 都要注重的是自己的KDA 自己的表現 是啊 他就沒有那種 一群好朋友的感覺 對對對 對啦 他就都在自己家 沒有去 沒有出去外面 沒有出去外面 進行一些其他活動 吃吃飯啊 看漫畫啊 乖瓜梨 對啊 吃個瓜梨的熱狗 瓜梨的熱狗 瓜梨的熱狗吧 看你叫什麼 我想 我很想想起來那些漢堡店 我也好想喔 我也好想 我沒有湊你們這些 小玻璃間 你其實他有超多 你知道 他真的寫很多你的東西耶 企劃我們開一個網站 然後把今天的腳本放上去 那個網站 更像維基百科吧 每一次抖那一塊 很多話 比如說你其實還 什麼東西 這個是什麼 我國二跳滴滴滴 環島不用錢 跳到這樣子 到處表演還是比賽 是表演還是比賽 表演比賽都有 那個時候就 朋友跟我說 我覺得N64蠻厲害的 我就找那個有N64的比賽 然後在台中金沙百貨 就跑去跳 就去 跳一跳就搬一台N64回來 你走 賞金獵人行 跳一跳說 被一個513壓到一輩子抬不起頭 我跟他沒有 他們沒遇到啊 沒遇到啊 但你看到他跳 你就不想跳了 搬回來之後 我朋友說阿佐我沒有記憶卡 再去找哪裡有記憶卡 真的是靠跳舞獵人耶 賞金獵人 賞金獵人 這個數字現在講聽起來不多 但是以一個國中生來講 一個暑假可以跳7萬 我那個時候 超多 7萬多 而且是 就是把那些 紅包還有那個 就是曾經 打過那個 暑假結束之後 一張一張一千抽出來 看一看 好像7萬多塊 等於是近存 很多耶 那個時候的壁值 怎麼講啊 怎麼樣跟大家講 沒有也不是壁值的問題 就是 4號 7萬很多耶 也有差 而且那個一個暑假 這個錢也很高了 你怎麼樣 要拿什麼東西出來 沒有我東西掉了 還有法寶 我是台中人不代表 隨身會帶 對嘛 東泉大膠像是一定要帶的吧 那你比較少在 你是台中 那你打電動的時候也在台中 沒有啊 我看你都在高雄 沒有我高雄人啊 我那個時候 我35歲之前都住高雄啊 那個時候去台中 就是什麼 老五城好像很後面 以前是大公園 大公園 我有去過大公園 然後有很多 公園 大公園 有很多 小的 我剛才跟他講 不是有很多那種店面的 家機專賣店 就是自己的店面 對 然後賣什麼 賣家機 就是卡帶 主機 就小賣店 店員小賣 對 但是 現在好像變非常非常少 超少的 現在就剩兩種 現在剩的都連鎖的 對 現在都剩連鎖的 以前 中壢也是有一些是那種 也是小賣店 然後就裡面擺幾台 大概就是這樣 中壢很多 對 那個時候 還有一個 比我們剛剛講 有時期再古老一點點的 投錢打紅白機 有啊 我們中壢 中壢就是這樣 中壢還不是投錢的 中壢是 中壢是 雜貨店 老闆收錢寫筆機 老闆娘說你要打多久 你要打多久 你要打20分鐘 然後就給他50塊 我們一直到PS都還會這樣子 對 就是一過程 對啊 比如說你要玩比較舊的 你要玩MD 你要玩超刃 1塊錢2分鐘 然後就說你要玩多久 你開台你給30塊 然後就說 小哥真的是一拳 什麼意思 就是揍一拳 你太強了 你見他 就他玩聖石傳說 然後我好像要玩什麼 大道五右衛門 聖石傳說 聖劍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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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劍傳說是布袋戲 聖劍傳說是布袋戲 我剛剛想講 他也有出遊戲啦 聖劍傳說 聖劍傳說 他那個時候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那個儲存機制 因為那個真的太小了 好像八九歲的時候 所以他一晚就說 你千萬不要動 然後我本來沒有要動 他講完這句話 他離開 嘿我就換大道五右衛門進去 一定要動 回來發現 但是我跟你講 回來發現開季的時候 剛開始初始狀態 有沒有一拳就往我臉上來 但我跟你講 支持你大道五右衛門 真的好玩 超任大道五右衛門 真的好玩 真的啊 這一拳 但是我也支持你 紀錄整個不見 我也給你一拳 是我我也給你一拳 小龍 打電動的故事真的太多了 很多了 現在很難用到什麼 現在都沒論 現在沒有這種 現在這種都已經是 要刻意做一個這種 復刻或是回憶的 太難了 店面才會有 你現在弄這個東西 老實講會消費的人 會覺得 就沒有人會去消費 就我們經歷過都會覺得說 回憶很好 可是現在這樣 你再去付30塊 打P也是5 30分鐘我才不要 我覺得那時候 有一個最新穎的是 以前都是 以前10塊 玩了什麼 越南大戰什麼那種 你們節目到幾點了嗎 我們節目到10點 10點 我們直接結束 後來 後來沒什麼 沒什麼人玩了 就變成是10塊10分鐘 對 無限命這樣 喔 那種也是盜版機台 對啊 就大型機台也有盜版 對那種一條命 越南大打底的人 九九九合一那種 月光寶盒 對 月光寶盒 那種篩模擬器 沒有台灣有時候盜版 就是 他不是在搬家裡的電視 就那種CRT大的 CRT大屁股的 擺在那邊 然後放土炮的搖桿 然後旁邊放一個頭銜的盒子 然後你投進去之後 他上面會加時間 對對對 他去越南大戰 他越南大戰 他會加時間 然後你就在那個時間內 就無限玩 那全部都是盜版桿 很多耶 我記得小時候的雜貨店 還有投了 他的鎖灰打開 你可以把那個盒打開開機 雜貨店也有這種 好麻煩 那你小時候有那麼多台 你有收集什麼 我一台都沒有 其實我剛剛講半天 我加一台主機都沒有 我第一台主機好像就是PS3 所以主機沒有 可是 像 像我自己現在 比如說 沒時間去電動廠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很想要放一個格鬥台 或者是 有啊 我就有放石肉 放阿迪卡手台 剩石肉 真的 就剩石肉了 剩石肉 反正現在比較想 喜歡打石肉 我打石肉的朋友 都在新竹或高雄 沒有啦 沒有啦 現在也不會喜歡打 他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回憶 對啦 對我來講就是這種景品 收藏這樣 對 以前 以前小時候就 小時候也沒有喜歡玩石肉 不過我那時候 我是挑幾個 自己比較喜歡的主題 像我們什麼 伊賀人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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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賀人殺鐵 假賀人殺鐵 對對對 他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畫得很醜的漫畫 哪會 一開始 這怎麼很醜啊 他就是比較老 蜘蛛啊 他就只是比較老 造型都很扯啊 然後覺得是什麼頭髮可以殺人 你就覺得很扯 對啊 你剛剛在講鬼滅之刃吧 又有頭髮 又有蜘蛛 然後我記得他一開始出來 那是八進的 對啊 反正就是一個很扯的東西 砍手啊 背後養一堆蜜蜂 那個啊 結果漫畫出版之後 動畫爆紅 然後機台什麼周邊一大堆 雖然台灣知名度 可能沒有那麼高 所以那個時候我看到 有這個石肉機台 我去買一台外放 你就買這一台 還有另外一台 那什麼主題 另外一台是我 每半年大概會花2000塊 然後去更新主題 就是我們有認識會 那個二手的遊戲艙 人體 那我不知道 Slow的它是跟大型機台一樣 裡面是有板子去換的嗎 有板子 但是我們是整台換 喔 對對對 因為它連外型都會有差 我之前有玩過爭執耶 它是有一隻手在那個 手在螢幕上面 開槍的時候 手會下來把它遮住 然後打開看有沒有開這樣 每開就一直敲那個手 那應該損壞率很高 那遊戲玩完後 爭執都不可怕 那我想問你 像你就是講的過去是什麼 但是現在咧 你還碰任何遊戲嗎 還要玩嗎 還要玩遊戲嗎 其實真的花最多 花最多時間的剩手遊 手遊還是什麼 在家裡閒下來的時候 我會 因為我會看節目 或是看質詢看新聞 就是工作需求 所以看的時候 旁邊可以玩戰棋 那還蠻新的啊 聯盟戰棋 還蠻新的 還蠻新的啊 還蠻新的啊 還蠻流行的嘛 對啊 本來以為 本來以為是死骨不化的老人 是是是 沒錯 就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用什麼 什麼反應機制靈敏 去跟那些年輕人玩的嗎 什麼Q啊 QWAQ 什麼 你在說什麼 你沒有聽啊 什麼牙樹樹你的那個 牙樹 牙樹 牙樹一出第一天我就買了 買了玩一次就再也不選了 就是宣你這種人 最終想耍帥的人 牙樹要搖到牙樹 馬上快點骰子 然後跟隊友講說 不骰就跳 好險我牙樹從來沒買過 我看這個角色我就知道 我一定不會想玩 看都沒有 對啦 戰棋 戰棋也不錯啦 戰棋比較休閒 戰棋也很忙耶 你一看就趕快要選證 要換證要幹嘛 可是戰棋也玩 因為你玩的比較休閒 排來就打 那種 白金好不好 還沒有認真爬 前市場打完金二金三 就開始倒倒倒 到白金 不怪是以前的rank 不知道五一三有沒有在玩 不知道五一三最近在幹嘛 五一三也是在玩這樣子 很妙耶 先知道有 我們還是有一點點 就是 你比較遠在 但是比如說像小梁內掛 我就知道你是內掛的 也沒到那一輩了 也沒到那一輩了 就是找個一兩年我們玩的遊戲比較不一樣 我現在知道遊戲的來源是 我女朋友她每天都會在家裡看遊戲 看遊戲 看直播 看阿傑還是誰在玩這樣子 看阿傑的話 那就是在看阿傑 阿傑 阿傑 阿傑喔 有啦有啦 阿傑還是有在玩啊 所以 怎樣 我女朋友那個叫什麼啊 Steam Steam 要許我 怎樣 上百款 拜託 誰的Steam不是那麼滿 來爆一下你Steam多少錢 我的只有五六個 我的只有五六個遊戲 蛤 而且我上次買就是什麼 文明帝國六是不是 我都買到精神時光文明的 那很正常阿 你買那一款就夠了吧 我不知道我到 什麼時候開始玩遊戲都要 就是展現智商 我現在要來看一下我的Steam沒有幾款 阿你就是手遊戰棋 手遊一動無聊阿 你會不會有的時候會想說 回電動場玩一下 其實真的不會 真的不會 完全不會 不跳跳舞機了 跳一下 我在玩那個 紅色黃色藍色的那個 擦竹輪 擦竹輪 我也是玩那個 而且把它說明按掉 而且把它說明按掉 這件阿傑有 你是不是很好 Continue 你是不是很少在別的節目遇到 這麼常待電動場 真的 都跌倒 真的真的 不知道是民國 不知道是哪一個 時期開始 開始會有那種 七台旁邊 綁一條繩子 然後它有一個小布置 簽排隊 不是 幹嘛 那上面寫說你那個什麼 Hidden要怎麼簽 然後什麼 你說以前阿 你這樣玩那個它會 你剛剛那個遊戲 正常是2000分的什麼東西 怎麼玩還可以多3000分 會有什麼隱藏秘技阿 黃金竹輪 真的假的阿 真的真的真的 有秘技阿 那個遊戲的二代 是我人生 唯一一個 比賽 第一名 而且是我去比賽 然後還有很多很厲害的人 然後他在旁邊聽到 是比這個 那他應該一定 太開心了 因為是電競滑鼠 大概是距今 六七年前還七八年前 沒有 玩那個是真的 為什麼會玩那個 玩那個是 就真的是去放衝的 就不是要去挑戰什麼 對啊 玩那個什麼 去那邊玩那個吃冰 吃到自己都覺得好像 鬥貓棒 鬥貓棒 真的阿 所以那個東西就變成是 真的消遣阿 就不是去那邊輸贏的 以前 你以前跳在舞街應該是輸贏過的 我記得高雄滿競爭的 對 高雄很 他們很壞 就是很拚 很拚 就是 像我們中立 我們都講那個時候 大家打的風氣不太一樣 就是 高雄就是 要比分數 要贏 要看 你幾G 我幾G 然後打2DX就是 幹加Rival 媽的 每天在那邊看 有沒有拿首歌超過我 什麼幹嘛的 都在那邊打 中立都在找漂亮妹妹的餐廳 中立都在找 瓜里 有漂亮的 都在找瓜里山寶 然後在那邊抱怨七段考不過 七段 永遠都死沙發里 前面三種都可以了 沙發里一定考不過 好笑喔 總之 那一段時期 我們後來組了一個叫KDC 你們其實有一個團叫TTC 就是什麼 TTC是 我們叫KDC是高雄 Dancer Club 然後什麼 屏東有一個什麼名字 然後花蓮有一個HDF 什麼 花蓮DDR Family 然後我就 哇 TTC好帥 聽起來要動動槍的感覺 就 不知道 動動槍 真的去問 我們這個是台北桃園中立叫TTC 無聊到就是 為什麼要出這種 他們知道的只有WTF 不是跳舞的嗎 對啊 跳舞的啊 DDR的嗎 DDR還是街舞 沒有 應該是In Game 我們等於是 那是TC 我們確認是TC 我真的不記得耶 沒有啦 總之那個時候玩到後面 就是真的會有作業感 分數啦 就像513那種情況 我一局我就不玩了 對啊 可是513那種比較極端 他就是在刷自己的東西 而且他是Ranker 我們其實也穿過 你們是Ranker 所以我們玩到後面 才會去岳陽樓 像我們才19 現在還會想玩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那種拼過 對啊 對啊 所以後來退掉的原因真的是 從遊戲中已經沒有找到樂趣 然後我覺得如果是遊樂場 沒有遊樂的感覺的話 就 自然就會慢慢離開了 是啊 對啊 台北 好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兩位來看我們 我們今天 講一講好像去藍洞喔 腳本真的超多的 還有很多啦 但是主要都是圍繞在 我們今天還有 還有本來還設計什麼 要玩什麼遊戲 對啊 不用玩了 對戰熱舞跟太鼓達人 沒有我跟你講這個東西 你今天這樣子講 全部人都知道 我們沒有騙人 電動場老人 我沒有騙人吧 電動場老人了 老人 對啊 有資歷的 對啊 那希望以後就是 還有精神打一些戰棋以外的遊戲 對不對 不然 講跟打麻將沒什麼兩樣 我現在知道唐豆仁也是因為 我女朋友在玩 反正就是他玩什麼 他就很切實 他玩蠻多的 你是女朋友還是你女兒 為什麼這麼事情感覺 跟你差很多啊 看阿傑實況 看阿傑實況應該是女朋友了 對 女兒應該不會看阿傑實況 女兒應該看阿神的實況 不一定吧 阿神都不實況了 我說點實況 阿神的觀眾也很老了好不好 我想說 你跟 我當政治人物你覺得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我可以去找瓜子 別人在追網紅的就對了 對啦 他就是一個很 就是你們的受眾 就是 你們 這個叫什麼 乾爹乾媽啦 女乾爹啦 統一都是乾爹啦 男的女的而已 那之前玩一個 中間分隔框兩個 兩個人變小的 對對對 OK啦 我還沒玩完咧 你講的語氣 明明之前也是 電動這麼Hardcore 現在講的語氣 好像長輩小孩在剛介紹的感覺 對啊 對啊 我玩雙點那個阿 醫院 醫院 對啊 然後現在有雙點校園 雙點校園剛出嘛 對 還沒買 你看 你要PS4版本嗎 不用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玩 我有但我沒有玩 好啦 好啦 像PS5一出我就買了 我們也是阿 根本用不到 根本沒有 阿有當髮環了 我頭捏完之後就放著了 你也比較 沒有那麼多 你時間也不夠 應該說精神力 對不對 精神力 就要花在遊戲上的話 對你來說太累了 人王 一進去 砍得了 搞不好你還要玩 蠻多的蠻厲害 對啊 我買很多阿玩很少 裝備撿起來 那個數值還是這樣隨機變化 跟那個艾破壞神一樣 這個應該很好玩 講完那句話之後 就再也沒有開 就是這樣 你講的都很到位 他真的就是跟艾破壞神一樣 對啊 他是刷刷遊戲 這個遊戲應該可以花很多時間吧 那句話講完就再也沒玩了 再也沒玩了 真的花超多時間的 戰力喜劇的部分 跟你當作跟做那個女生一樣 講完一句話就沒玩了 就再也沒玩了 人家現在都結婚生小孩 好啦 這個 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感謝這個3Q哥來陪我們 我們爆聊一波 謝謝 要讓額頭噴汗 真的開心 這噴湯是因為他剛剛在上面 好不好 這邊有那個3Q哥的Facebook 現在這個社群嗎 有其他的嗎 不跟點 沒有跟什麼其他的 沒有啦 那個追蹤人數已經太多不需要了 漂亮 那就這裡啦 漂亮 就這裡啦 自己去抓一下 自己去抓一下 好啦 謝謝大家 永遠記得遊戲要玩得開心 真的啦 真的 不要變壓力了 子龍 子龍誇張了吧 一千元每月一斗 謝謝 沖養300元 水餃怎麼會在說話 水餃怎麼會在說話 他說水餃怎麼在講話 是你觀眾的哏是不是 沒有 我因為去那邊選 然後很多人都說我會被做成水餃 不會啦 開什麼玩笑 他們加200元 給主神便當加南瓜牌 熱心網友200元 週三愉快 蔡黃黃200元 今天我生日拜託鳥屎嗆我一下 閉嘴 好 他們加199 改家潤水壓好了 回口為100元 支持大包燒人 走中講紅毯 閉嘴 丁掌100元 阿文通告費38期 感謝各位 感謝 Thank you 繼續支持我們節目 是的 好 還好左上角都寫 我差點不知道節目什麼問題 現在才知道 有啦 根本沒人知道 好 今天就這樣啦 再次感謝3Q哥 有空再來陪我們 一定一定 下次要一起來打Ntone 對啦 現在遊戲再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一定不知道會有多少被撿起來 不會 不會 好感謝大家我們下週見 拜拜 拜拜